BOSS杂谈 经济有料劳家长 最近官方公布的四月财政数据BOSS 我一看简直吓得手里的刮掉了 这数据惨不忍睹 比隔壁王奶奶家的老黄瓜缓年搭 咱们今天就一起仔细盘盘 看看这数据背后到底藏着啥见不得人的秘密 别急听BOSS我慢慢道来 收入那边可是正巴金的节节败退 2024年1到4月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2.7% 扣掉一些特殊因素影响 增速只有可怜的2%左右 老铁们 咱们的目标可是高质量发展啊 这么低的增速简直是太贵了 再细看收入分项情况就更糟心了 国内增值税暴跌7.6% 这可是国家税收的头号大户居然掉这么多不明 摆着企业日子不好过 生产经营都缩水了吗 消费自然就惨了企业所得税涨幅只有可怜的0.9% 这不正说明企业利润惨淡交不出多少税款吗 经济形势这么严峻再看不到就瞎了吧 最扎心的就是证券交易印花税惨跌52.7% 股市可是经济的晴雨表 股民们纷纷离场 韭菜都被割怕了 谁还敢去谷海里游泳啊 收入那么差 支出确挺大手大脚的一到四月 同比增长3.5% 这钱都花哪了 教育支出虽然增长3.1% 国家需要人才 教育当然是根本 但能不能真正提高教育质量 花的这钱有没有效率 就得打个大大的问号了 科技创新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 但科学技术支出虽然增长3.6% 我们那科研成果转化率老是个大难题 这钱能不能真正产生效益 也很难说清楚 最叫人揪心的是 债务负息支出同比增长6.8% 债务利息水涨船高 就像一个无底洞 恐怕迟早会把国家财政拖垮 让人最担心的是 政府线基金收支双大跌 地方政府的这个钱袋子 主要靠土地出让收入 现在地产预冷 房地产低迷 收入呢就大幅下降9.3% 这下次 地方政府还有啥钱可花呢 看到这里 老铁门腰上是不是也动起来了 2024年4月的财政数据 可不仅仅是数字的变化 更反映出了整个经济体系 深层次的矛盾和隐患 企业利润下滑 投资乏力 消费低迷 地方债务高企 这些问题相互纠缠 就像一张密不透风的大网 把经济牢牢地困在其中 你看只要稍稍用力这网 就会把整个经济生态乐得喘不过气 来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式 包所认为必须要果断有味 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了 首先要大力减轻企业负担 激发市场活力 减免税费 减化审批流程 提供金融支持 就是要给企业一个 轻装上阵的良机 让企业家们能够放开手脚 大干特干 其次 要用尽一切手段扩大内需 促进消费增长 提高居民收入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大力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 让百姓们敢消费 愿消费 从而拉动经济增长 最后 要时刻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 坚决守住 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要加强金融监管 控制好地方政府 债务规模 妥善处置 僵尸企业 避免出现黑天的事件 把经济带入更危险的境地 光看数据 老铁们一定会觉得很悲观吧 的确 2024年前四个月 财政收支情况 一下矛盾凸显 风险隐患暴露无遗 可谓是没有哪一个环节 是完全OK的 不过话说回来要解决问题 还得从数据本身入手 仔细分析分析 哪些是短期因素导致的暂时性矛盾 哪些则是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 理清这些问题的根源找准症结所在 才能对症下药 采取精准有效的政策举措来加以解决 那好 咱们就一起好好盘盘这些数据 看看到底哪些地方出了问题 首先说说收入2024年一到四月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下降2.7% 亏损看似不小 但仔细分析可以发现 主要是去年同期有中小微企业缴纳延期税款入库 以及年中出台的一些减税红利 减少了今年收入等因素 在其作用扣除这些特殊影响 今年同期收入实际上还是可比增长2%左右 虽然2%的增幅看似微薄 但考虑到当前经济下行压力 加大企业经营育冷 居民收入增长放缓等诸多不利因素 这样的收入表现其实已经很不错了 毕竟总的来说税收还是保持了增长态势 只是速度放缓了而已 再细看收入的分项数据 国内增值税暴跌7.6% 颇有些令人惊讶 增值税作为主体税种 保持了过去多年的高速增长态势 去年增幅仍在10%左右 如今骤降到了负增长区间 的确反映出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 部分原因也是去年减税红利影响所致 毕竟自2022年起 国家就出台了多项减税降费政策 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这些政策在去年陆续落实 对企业的实际税费负担 形成一定减轻 因而拉低了增值税的统计增速 所以单看增值税的大幅度下滑数字 未免失之偏颇 我们需要集合政策背景和具体减税细节 审视这一指标的实际含义 当然即便考虑了这些特殊因素 增值税仍是负增长 这从侧面反映出制造月等传统 好业的确面临着一定的下行压力 值得高度重视 再看企业所得税一到四月 仅微增0.9%似乎也印证了企业利润承压 经营状况不佳的判断 但细究之下 情况并非如此简单 去年同期企业所得税增长高达24.5% 基数较高 使得本年综速自然会下降 再加上不少行业利润仍保持正增长 如金融电力等 以及部分地区制造业企业盈利能力 尚可因此整体来看 企业所得税并未出现大的倒退 当然 极构性矛盾确实存在传统制造业盈利情况 是需要高度关注的焦点 再看下去 证券交易印花税同比暴跌52.7% 反映出资本市场的确低迷 投资者信心不足不过 这一指标的波动本就很大 往年增速也经常在50%以上 单看一个点难以定论 更重要的是 要看股市成交量 投资者结构交易活跃度等 方方面面的基本数据 才能全面评判 证券市场的健康状况收入数据中 还有一个令人揪心的点 就是土地和房地产相关税费的大幅下滑 比如 汽税同比下降7.1% 土地增值税下降4.5% 这些反映出当前楼市遇冷的严峻形势 也必将对地方财政收入带来沉重压力 毕竟多年来 国内楼市一直是地方政府重要的裁员 随着调控不断加码 购房者观望情绪浓厚 土地市场出现了明显冷却 这不仅影响了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 也势必拖累相关税费的增长 因此从长远来看 如何处理好房地产政策 书通楼市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除了收入数据外 支出情况同样令人坐去不安 一到四月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长3.5% 这个速度相较于年初预期要矮一筹 不过 仔细分析可以发现支出结构性矛盾同样严重 部分支出科目增幅过快过高涨 此下去无疑将加重财政负担 比如教育支出虽然只增长3.1% 属合理区间 但债务复息支出却暴增6.8% 这意味着未来还本复息的压力将越来越大 如果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一直得不到根本性解决这个沉默的杀手 终将会让国家财政岌岌可危 另一方面社会领域支出却又持续快速增长 如城乡社区支出增长11.5% 农林水支出增长12.7% 可以看出 随着常态化疫情防控等新的刚性支出增多 加上人力成本不断攀升 财政支出剧烈膨胀的压力与日俱增 这就需要政府在支出结构上有所调整 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切实扎扎实实地解决 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症结问题 避免资金闲置浪费 导致劳民伤财 从整体情况看 2024年前四个月财政数据 可谓是暴露了不少经济领域的读点和难题 既有周期性的短期波动影响 我们必须审视度势 居安思维准确识别哪些是暂时性矛盾 哪些则是体制机制性弊端 从而对症下药采取针对性的调节举措 具体来说 针对收入方面的压力 重中之重 是盘活实体经济 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 要进一步深化 放管福改革 为企业大幅减负 消除制度性交易成本 气势落实各项纾困会企政策措施 让企业家们敢闯敢干 同时 要全面深化税费体制改革 经历勾拦繁杂的小税种 简化优化税收制度 为企业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和合规成本 助力企业降本增效 合理扩大 普惠性纳税人 小规模纳税申报等 创新举措 气势减轻小微企业税负担 此外还要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逆周期调节作用 在必要时 适度运用赤字财政政策 保持合理的财政赤字率和安全边际 合理增加政府投资力度 形成有效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 在支出方面则需要盘活存量资金 优化支出结构切实 把有限的财政资源更多用于补短板 增后进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一方面要对一些长期低效无效的支出项目 狠刀斩乱麻坚决划出一条不可跨越的红线 切实做到过紧日子 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好财政资金的引导和散播作用 更多投向民生领域 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等 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点方向 比如在教育方面 要集中资金投入义务教育 职业教育等基础教育领域 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教育质量 为经济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在科技创新领域除了加大中央财政科研经费投入外 还要引导地方财政盘活资金 更多投向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 为科技自立自强 注入持久动力产业转型方面 要通过财税金融等政策组合 权位制造业 现代服务业等新兴产业孕育握土 为高质量发展后执心的增长点 比如可以探索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 带动教育医疗养老文旅等服务业提止扩容 在社会保障领域要加大财政保障力度 补齐三大攻坚战领域中的 民生短板切实办好民生实施 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比如进一步完善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等制度 扩大覆盖面和保障水平 让老百姓在衣食住行等方面 少一些后顾之忧 重要的是在加大支出投入的同时 也要注重支出质量和效率 避免资金浪费效益低下 要充分发挥政府资金的引导作用 吸引更多社会资本进入民生等重点领域 还要加强市中市后监管杜绝 套区补贴等骗补行为最大限度 提高资金使用的精准度和成本效益 对于沉甸甸的地方政府债务 更是需要从源头上逐一予以化解 这就需要从根本上理顺 地方政府融资机制 改革完善现有预算管理体系 实现地方政府债务统筹和规范化管理 堵住无序无本源挥霍的漏洞 为地方融资营造合规环境 此外还需要开展去产能去库存 去杠杆降成本放松环境 加快处置地方政府存量债务和僵尸企业等风险隐患 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 为地方政府的长期稳健运行夯实基础 当然盘活经济活力的关键 还在于持续深化重点领域改革 要以更大决心和勇气 推进国企金融财税社保要素 市场化等重点领域的改革攻坚 消除体制机制障碍 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和动力 同时还要加大对内对外开放力度 持续打造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用开放促改革促发展 不断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只有通过不断深化改革 才能补足体制机制的短板堵塞 体现机制滋生矛盾的漏洞 让经济高质量发展新闻赤原总的来说 2024年前四个月的财政数据 虽然暴露出不少经济领域的毒点与痛点 但只要我们审视度势 把握大势 采取有利有序的应对之策 就一定能够化解 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好了 今天就先聊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请点赞分享订阅 并点开小铃铛选择全部 也欢迎你留言告诉我 你对这个话题有什么看法 我是BOSS 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